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惠仙牙 今天我打算教大家一個很懶又很快捷的 偽素眼妝 我的妝的重點就是打 我的重點就是打shading和highlight 因為我是很容易腫的人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首先我會塗一個底部 我會用紫色的 因為我皮膚偏黃 所以要用紫色 因為我很懶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就直接用手指塗 之後會用水狀的遮瑕膏 有時年紀大 女生就不明白 因為眼圈有一個粒的位置 你可以當少少highlight 很薄的 然後引開它 還有虎紋位 有時虎紋位你也可以用的 然後重點來了 我的重點就是 就是這支highlight和shading的筆 哇 飛東西 那我呢 我呢 崩了 那我的 我 我經常腫的 眼這個位置 因為我喝很多湯 最喜歡就是臨睡前喝湯 所以這個位置很重要 那我就會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畫一下 眼蓋上面 少少 然後呢 這個的 白色 這個叫珍珠白 那我就 這個 T字尾 我是屬於大臉的 我覺得我自己很闊的 那我就會用一支粗的 剛才啡色 但是粗版 就打陰影在臉旁邊 這樣就可以裝到細臉 細臉了 哈哈 還要做什麼呢 對了 碎粉 碎粉 就不能夠用手指 那我就用pop 我會這樣 蘸完粉底之後 因為你會一塊 直接上去不行的 那我就會在手上引開少少少 搞定 那跟著呢 對了 忘記了 我試過化妝 我忘記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去了拍攝 我試過忘記了畫眉 好誇張 其實眉毛很重要 很重要 眉毛很重要 神經病 我是忘記了 我要回家下妝才記得 對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雙眼皮 其實我是有雙眼皮 但是我有一陣子 水腫 它腫得來 它不均勻 這邊總過這邊 所以我就要貼其中一邊 我們又要公開一個 尤其是拍戲 電影的公開 一個很大的秘密 就是這個 眉眉的雙眼皮膠紙 你看到是 很透的 有時候我撕了出來 放在桌子上 我找不回 是這樣的 其實你買這個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這個 它會配合了一支 黃底色的膠水 但我多數不用 因為那支膠水 我覺得太厲害了 人家是用來貼頭套的 你貼在眼上 你每次剝 那個眼皮就會越來越淡 所以我就會用貼尖毛 我就會塗在手上 塗一層在雙眼皮 你貼在眼上 但是這個要很有技巧 因為跟生命一樣 是沒有take 2的 還有一件事要說 你貼這個雙眼皮 你一定要化好全妝 我忘了塗眼線 算了 後補呢 這個是最後的 貼上去有什麼需要注意 而就是手要定 哈哈哈 你不要想著 貼上去才夠 是夠不快的 是不可能夠的 這個 這個就是效果很好 但是很難用的一個秘密武器 對了 現在可以畫眼線了 其實不要緊的 雖然說沒有take 2 但是因為眼線和眼影的距離 是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沒有影響的眼線 我眼線呢 就用啡色 淡啡色就最自然 畫眼線的技巧就是 要很貼一些眼睫目 你覺得我的家法真的沒有公信力 是最重要的 我的 我選擇眉筆的先決條件呢 就是我一定要很細 就是那個心是越細到不得了 因為我覺得畫眉 其實是畫它一條條的眉毛 所以我覺得越細是越好 別人越不覺得 還有一個技巧就是 我發現呢 如果一條眉 畫得越長呢 臉就會越細 大家畫長 但是有一次呢 有一個化妝師跟我說 其實你拉長的眉毛 不是向後 它是在前面 就是它加是 是滑入一點 是不是畫面小了很多呢 那這個妝呢 就完成了 那因為我的妝是這麼滑 沒有什麼顏色的關係 所以呢 你的唇膏可以塗上 有一點點的顏色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的妝已經很濃 就可以塗一些滑色的唇膏了 那就可以出外了 那如果你放了頭髮 都依然覺得自己的臉大 就像我現在這樣 那我就會再補一下 兩下這個 好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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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